我们知道道家讲的是无为 那无为会不会太消极了呢 今天我们读庄子人间事 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是假托孔子而坐的故事 这个故事很长 我挑一部分来说 说孔子有个弟子叫颜回 有一次要出远门 于是就跑来跟老师告别 然后孔子就问他说 你要去哪里呢 我去卫国说服卫国国军 那个国军听说作风残暴 而且特别的独裁 还爱打仗 轻易就让百姓去送死 我听说大家都受不了了 我去劝劝他 希望他还有救 哎呀你自己都还没有搞定 就不要再去想搞定别人了 古代的智人呢 都是先立己后立人 先得把自己立住了 然后再去帮别人走上正道 那我就先保持正直 谦虚勤勉治专一 这样可以吗 那个人啊气焰嚣张 脸色阴晴不定 你就算好言好语去劝他 也会让你闭嘴的 那我就改变策略 我想了三条策略 第一 内心首先要正直 要有自己的原则 我管他叫以天为徒 就是向天看起 你看天子天子 天选中的 他肯定也得认同天 所以我们就首先都摆在一起 都一样了呀 第二呢 我表面顺从他 臣子的礼节我一概不能少 这我叫以人为徒 就是别人什么样 我也得跟他一样 这样他就挑不出我毛病 来整我了吧 第三呢 我还要以史为徒 我劝他的时候啊 一戳到他的痛处 我就说 哎 这个是古人说的啊 不是我发明的 这样他就奈何不了我了吧 这就是我的三条策略 老师 你看这样可以吗 太繁琐了 你这样只能让自己不死 谈不上感动君王 那我就没辙了 要不然我去摘戒吧 心成则灵 摘戒可以啊 但是我不是那种祭祀的摘戒 你要做到心的摘戒 什么叫心的摘戒呢 就是给心灵做一个大扫除 首先你得意念专一 停止福思有响 然后不用耳朵听 不用心听 用气来听 放下所有的成见 达到一种空虚的状态 我感觉这里讲到的 有一点点像佛家的那种大空境 然后炎灰就去照做了 几天之后呢 他就跑来找孔子 说老师 我觉得我达到那样的状态了 而且当我在那样的状态里的时候 我没有了小我 就是那个炎灰的执念不见了 我达到了一种心灵的空虚自然 然后孔子就说太好了 你就保持这样的状态 然后我来教你怎么去见那个魏国伯爵 你呢去见他就要像进入世间的繁荣 去游玩一样 不要为虚名所动 你的意见如果他听得进去 你就说 如果他听不进去 那你就闭嘴 没有执着 没有承见 一切顺应自然 咱们别看这个故事好像是孔子说的话 事实上这是庄子的话 是庄子假托孔子说的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的核心就是无为 那到底什么是无为呢 我以前会觉得说 那无为是不是就是什么都不做 后来发现不是的 无为指向的不是外在的行为 而是内在的心境 是一种内在的不造作 一种对结果的不期待 我们看之前炎灰说的 他去魏国其实是有一个目标的 那个目标就是说服国君 他内心一旦有所期待 就必然会产生得失心 所以你看炎灰不停地在给自己找办法 什么与天为图 与人为图 与始为图 而且这种高明的人找办法 简直就是越高明的人 越会去给自己总结什么方法论 感觉好像是捏出了什么新词 或者造出了什么概念一样 但是这些所有的办法 其实说白一点 都是在不择手段地去达到他的目标 当我们满怀一个目标 而且一定要达到他的时候 那个过程就变成了一种折磨 充满了紧张和不安 我们会害怕失败 也会为失败耿耿于怀 而无为是什么呢 不是没有目标 也不是什么都不做 而是内在放下了那一个 对于结果的期待 不是非要不可 而是我能够安住在要得到 和要不到的那种不确定性里 这是不容易的 它不只是说我们要去承担 那个要不到的结果 不是我们说我们把最坏的结果想一下 我们想那我能承受 于是我就无为了 不是这样的 是包括你要到了 也是一样无为 不喜不悲不怒不惧 就像是《心经》里面所说的 心无挂碍 无挂碍骨 无有恐怖 但凡其心动念 一定为情所伤 当然我这里说的情是指情绪 就像是挂衣服的这个钩子一样 你心里面钩子越多 挂的衣服也越多 但如果心中没有钩子 自然挂不住任何东西 那怎么做到无为呢 我们回到这个故事里 老师跟言回说 其实就像给你自己的心 做个大扫除一样 扫干净了 你就空了 空了就能容纳得下万物 所以一定要带着一种空的心态 进入世俗中 这样才能不为虚名虚利所动 世间的一切就像是游戏一样 你去感受它 它想听的时候你再说 想一想 当你已经可以全然接纳它的时候 你说的话 它还会不听吗 所以无为真的一点都不消极 相反我觉得它才是面对生活 最积极的心态 当我们内在是无为的时候 这个生命好像就变成一场游戏一样 我们可以完全非常松弛地 用各种各样外在的有为法 去工作 去生活 当我们的内心不再抱着一个一定要到达的那个目标的时候 我们反而会去享受那个游戏的过程 而这个生命游戏就变成了宇宙送给我们的丰盛的礼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